接下來這個可厲害囉 腳踏車你也許會騎 我也會騎 但是告訴你 你會騎腳踏車 然後甩尾嗎 欸 這就不簡單了 告訴你 而且會這個神技的人 還是他喔 一位就讀國小的小妹妹 真的是超厲害 首先讓人看到 欸 他真的是這樣騎的腳踏車呢 就這樣一路的往前加速 欸 速度衝得非常的快囉 然後呢 之後呢 他開始瞄準目標了 好 他到底要停在哪裡呢 他現在開始選擇 嗯 這邊還是這邊 好 騎過來之後呢 覺得欸 這個位子好像不錯 然後接下來呢 欸 他開始整個來個回身大甩尾喔 這尾巴呢 可以說是畫了一個 非常漂亮的弧度 待會影片中您都看得到 還有呢 最後呢 最後是成功的停住了 而且呢 這個位子可以說是相當的精準 因為呢 就停在這個牆角旁邊 離旁邊這個腳踏車呢 隔了一步而已 但是呢 位子真的是抓得非常的準 而其實這一回呢 不僅會甩尾 還能這個甩尾之後馬上定位 這技術真的是非常的精湛 結果這小妹妹這樣騎腳踏車的影片 被網友PO到網路上頭 短短三天喔 就吸引了二十幾萬人次來點閱 馬上帶你來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一個轉彎壓車輕鬆完成高難度的甩尾定位停車 這位小妹妹是何方神聖啊 小小年紀就能演出甩尾特技 影片才PO上網三天 就吸引了二十萬人次點閱 慢動作再看一次 訣竅就在這裡 一開始起步就得馬上加速 接著抓準定位 緊急煞車在側轉壓車 妹妹精湛的技術其實有高人指點 沒錯高人就是這位小男生 而且還是小小女車神的弟弟 動作更是精準流暢 不過精彩的甩尾特技 當然是經過一番訓練才有成果 功夫還沒練成的時候 也會有失誤 哎呀好痛哦 甩尾的位置沒有抓準 就會像這樣直接撞上牆壁 小小年紀就能練出甩尾停車的高難度動作 不過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小小車神姐弟真的是有練過 大家千萬不要亂學 受傷可就不好囉 昨天新聞黃桓文林小凡 TV報導 我不會再說到